然后我们把鼻子捏起来 现在请你用你的嘴巴 用深深的深呼吸吸到最饱 吸 吸到最饱后用力吹 肺功能检测 透过吹气量来了解肺活量的多寡 民众感染新冠肺炎后康复 却还是一直咳不停 医师担心可能是过敏体质引发气喘 一系列的检查才刚开始 那看起来其实你的肺 两边的这个黑色的状况 分布的状况都很平均 所以基本上这张X光片 是一个正常的X光片 所以应该没有所有纤维化的状况 并没有 我真的咳到吐 X光没有异状 但许多染疫康复者 都像这位民众一样 痊愈后还是咳不停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这些就是染疫后的一些症状 比较像是病毒已经清除掉了 可是我们人体的一些发炎反应 还是有继续在进行 但是主要其实还是让它多休息 那有一些就是支持性的疗法 那它把这一段就是发炎的时间度过去 不只有咳嗽不断 在长新冠门诊当中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后遗症 轻则影响生活作息 严重一点可能导致无法上班上学 我的症状就是咳嗽 流鼻水 打喷嚏 最重要是咳嗽 咳嗽很厉害 在阴的时候还是会有 心跳加快 然后偶尔会有很想咳的感觉 这样子 然后还是会有些不舒服 我老婆很担心啊 对啊 同时就是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 所谓长新冠 是指染疫后三个月 发生不舒服的症状 而且持续超过两个月以上 但要判定是否为长新冠 得先排除其他原因 导致长新冠的原因 至今仍然不明 卫福部曾公布九大长新冠症状 包括掉发 红疹 呼吸困难 代谢异常 脑户心剂 甚至是关节疼痛等等 从头到脚横跨各个组织器官 属于全身性症状 新冠病毒啊 它是透过我们细胞一个叫做 ACE2的一个接受体 然后感染到人体 那这个接受体在人体很多器官 其实都有 除了肺部之外啊 像是中枢神心气口 或者是心脏啊 我们的肠胃道系统啊 甚至骨骼肌系统 都有这个接受体 它大体上都会是以这些 全身性的症状 而这些症状 大部分都只能对症下药 或进行复健治疗 四肢五例 复健科让长新冠病患 活动增加激励 一边动一边监测 血氧以及心电图 也要长期记录运动的状态 至于酒壳多痰的部分 也有附近用的呼吸治疗 穿这件拍痰背心哦 它会穿的比较合身一点 这样子等下拍痰效果比较好 微腹压隔离病房内 气动式拍痰只要一有痰立刻刻出 让呼吸保持顺畅 也由于长新冠症状 遍及全身 而且分属不同科 卫福部推动染疫康复者门诊 由各大医院 整合不同科别的医师进行会诊 目前双北就有27家医院 中区26家 南部地区27家 全台一共有105家医院 开设长新冠门诊 卫福部6月初曾统计 长新冠在全台41家医疗院所 共收治了787人 以台湾目前超过300万确诊人口来计算 罹患长新冠的比例仅仅万分之二 但真的有这么低吗 根据英国的研究统计 Omicron感染者罹患长新冠的比例 为7.1% 若是套用这个数据 台湾至少超过20万人被长新冠所苦 但以公卫的角度来看 专家认为不该以确诊者作为分母 而是要用总人口来计算 我们就用人口数来做分母 我们不太喜欢用确诊数来当分母 因为确诊数已经不准了 一般族群我刚才已经讲 大概就是万分之一 Omicron现在因为有很多都是亲证 没有症状 你用一个确诊者当分母 跟你用住院的一个人当分母 你去算算它直接乘那个比例 一定会不一样 数字为什么大家会各方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误解 台湾2300万人口 万分之一的比率 等于有2300人会有长新冠 而面对长新冠 西医用症状治疗加上复健 但在台湾还有中医可以选择 像是新医找不出的咳嗽原因 中医有另一套理论 在中医的理论里面 这个五脏六腑都会让你咳 一方面调一方面清一方面补 在中医的理论里面 那至于哪个脏腑要补多少 或者是我们说要清多少 它可能在把脉的时候或者看舌头 把脉加上望闻问切 不同类型的咳嗽有不同的治疗方式 包括脑雾心悸失眠等都能求助中医 但前提是医师得先确定 康复后的不舒服 不是因为其他的病症引起 脑人的常心悸后遗症 有的持续两三个月 有的甚至长达一年 虽然至今仍找不到原因 但透过中心医治疗都能有效改善 在后疫情时代也只能积极面对 把对生活的冲击降到最小 而是感觉到最后来自律底的冲击降至5小 那是第一个月的增加 我已经由于手动降到最后 的最后